我本人呢也是本哥您的粉丝 那今天有机会可以代表我们的品牌方 采访到本哥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 谢谢谢谢 先请本哥和我们镜头线的粉丝朋友们打个招呼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佳剑市品牌大使张新成 很高兴和大家见面 那我刚刚的话在刚进片场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 本哥你的一个日常的工作状态 第一个真的很忙碌 第二个呢应对自如 总结来说一个字 我觉得很厉害这一点 本哥的笑容是出圈了的 就是有名的温暖 那作为我们佳剧市的品牌大使 我也有几个口腔小问题 先问问本哥 关于咱们这个牙齿护理的知识 您了解多少 这个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而且也算是提前做过一些功课 那放马过来吧 我先放就狠话 那我们第一个问题来了 第一个问题 最近有一个词风很大 那个词叫做抗糖 那请问日常摄入糖分究竟会对于我们的牙齿造成哪些影响呢 不光是牙齿 还有其他的 来我们的第一个选项 长肉肉 第二个 蛀牙 第三 C肌肤衰老 四 我们的牙黄 请作答 全选 哦本哥你确定吗 确定以及肯定 好 那我们就公布咱们的正确答案了 来我们的答案就是什么呢 全选 厉害 就是本哥就是说我知道这个会导致我们这么多问题 那到底是什么的原因导致的呢 你看比如说摄入量的糖会导致我们的肥胖 蛀牙然后还有肌肤的糖化 然后加速我们的衰老也就是前三个选项你看他说的 大家这三个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了 很容易被大家漏掉的就是牙黄 哦牙齿的这个问题 对 因为比如说口腔内啊它残留的一些糖会分解成那个包外多糖 然后细菌的吸收这些包外多糖就会形成牙菌斑 久而久之牙齿会越来越黄 可能大家觉得我们吃糖才吃糖 但其实我们日常摄入中很多碳水其实碳水化乎就是糖 然后除了比如说奶茶呀可乐呀 然后我们日常吃的一些米饭面包都属于含糖量比较高的一种食物 这样子就很可怕了很难预防 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办法是可以预防的 那请问本哥有没有什么产品预防这种会影响的呢 哦那就试试这一款重磅新品佳节式的热感抗糖美白牙膏 就能够轻松的实现牙齿的抗糖 那我们看看我们的一个第二个问题 一天刷牙两次是否能够彻底的清洁我们的口腔呢 A当然可以 B差点意思 C不上漱口水清洁不到位 请作答 这题我会选C 这题反应很快 看样子平常对于这个早晚刷牙口腔护理是做得非常到位的 非常注重口腔的清洁 对说实话因为我以前我看过牙医 大家都比较注重那个口腔的清洁 我一般的早晚刷完牙之后或者吃完东西之后 都会使用漱口水清洁口腔清新口气 这个很重要 而且你刚才说彻底 我觉得用上漱口水才叫是彻底清洁口腔 本哥的整个口腔护理真的是很全面 那今天呢在我们这里也是有咱们的一个产品 也是可以做到一个这样的效果 对比如说我常用的就是这款加接式的索白白桃漱口水 它不含酒精然后口感温和完全不是刺激 竖起来就像喝了桃子汁一样非常的清新 比如说刚吃完烧烤啊小火锅啊小龙虾啊 这些重口味的食物去用上它 效果就是立竿见影 我看这还有一个新口味 另外一个味道 对这个新口味清有白茶我还没有试过 这个我先拿走然后我今天晚上试试 好可以的这个直接带回家啊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了 是什么呢也是粉丝们很关心的 本哥笑起来是很好看的 那你是怎么保持你的牙齿在镜头面前 这么白白的一个状态的呢 A 一天刷牙五次 B 避免摄入一切有色食物 例如咱们可乐呀咖啡呀巧克力呀 C 我们的美白牙贴请作答 成年人一般就是既要又要我选C 很直接了 因为你正常可能会吃一些想吃的东西 所以这些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佳节式的美白好物我已经用很久了 它就在我的化妆台上 来了 好 你看这个就是佳节式的美白牙贴去黄亮白的效果很好 我大概一周会用三到四次 这样的话不管是出去拍戏还是要出席活动 牙齿都可以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也是我的笑容力气 哦 那这个频率真的很高了 这么频率高频率的使用一定是有一个前提的 那就是它足够的方便而且快捷 对 比如说我的使用方法就是你看首先把这个撕下来 然后这个时候要注意要把牙齿最好擦干净 因为上面没有异物还有口水的话 会让它用服贴长贴起来 然后撕开包装了之后 大家会看到有一个长贴和一个短贴 这个它是有弹性的可以稍微的拉伸 你看有延展性可以斩得更长 然后我们一般是把短的这片贴在我们的下牙上 然后把长的这片贴在上牙上 然后多余的部分我们可以贴在牙齿的后面 这样的话牙齿的背面也可以美白 然后大概过一个半个小时就可以撕掉了 既不影响喝水也不影响说话 非常的方便 真的非常的方便 然后这个就是夹接式的美白小蓝笔 它是涂抹式的一种液态的液体的牙贴 可以随时随地涂在牙齿的表面 小小的抑制非常的方便 我一般外出的时候就会携带它 不愧是本哥 我们佳节式的品牌大使 对于整个产品有数加征 那我也要买起来 给他和本哥的同款笑容 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 我最后一个小小的问题 是如何才能得到这些宝藏口腔好物呢 上天猫搜索佳节式口腔美白专业护理 守护你的炫白笑容 本哥准备好了吗 可以开始下一组拍摄了吗 下一个拍摄没问题 今天聊是非常的开心 那我们就不耽误本哥的这个拍摄任务了 非常感谢本哥在摆盟之中 还抽出这么一段时间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那我们这样子 我们以笑容定格照 来结束咱们今天的采访吧 欢迎本哥 好 那我们就先来不同的笑容吧 第一个就是正常的 好 第二个 大笑 笑得比较开心 来我们第三个 比微笑 表哥辛苦了 谢谢 辛苦了 辛苦辛苦辛苦 谢谢 试音老师 马上把那个本哥的照片 发给我 我私藏一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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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